哪吒追杀李靖 把路由碰上一位挡横的 这位道人啊 看他那个本事 好像比那位老天尊本事还大 哪吒只见他在李靖肩头上拍了这么一巴掌 就把哪吒给杀得节节败退 最后 哪吒想治这个道人 没想到人家先发制人 系起个宝塔来咔嚓一下 把哪吒给扣在里边 感觉这塔扣住之后不是这么光扣着 道人走过来啊 就在这个塔边塔业周围 呱呱拍了这么两巴掌 我的个天哪 当时啊 塔里边燃起了熊熊烈火 哎呦把哪吒给烧的呀 那可真是灯烂烂棒啊 烧得嗷嗷怪叫 他一个劲的央告 央告道人饶命 我再也不敢一宵犯上 从此啊 我再不跟我的副帅反目了 我认罪服输 这么说吧 什么好听啊 哪吒说什么 这道人呢 乐乐 哈哈一笑 哎 这还差不多 你只要承认了错误 哎 能认你这个副帅 那么今天呢 本道就饶了你 那您饶了我吧 我我全认了 只见道人这么一抬手 轻轻一晃 那个塔搜了一下 又回到这道长的掌心去了 还是那么呀 三寸来高 哎 一个小古洞 这个小塔 要是往桌子上这么一摆 肯定是一件啊 赏心悦目的小玩意儿 多好玩啊 哪吒细意端性啊 不怎么样 怎么回事 好家伙 谁知道这塔的随风掌啊 要多高有多高 要多大有多大 光浪一下 能把我给靠在里边了 靠里边还不算 从里边什么地方 钻出来的火苗呢 我完了 你为他仔细打凌自己 他要么的自己头发也烧光了 袍子烧壶了 风火轮大概也烧焦了 可是他这一端性啊 哎 那我这觉得奇怪 怎么回事 什么事都没有啊 跟刚才啊 一模一样 不用说什么烧焦烧焦 烧葫芦 肯定是千疮百孔了 他这么一看 这件袍啊 完好无损 一个窟窿也没有 连一省金都没糊啊 怎么能说烧坏了呢 哎 弄个这奇怪 那么大的大火 烧得我在里边 都要翻跟头啊 怎么会哪都没烧着呢 他傻了 直瞪瞪的两个眼睛 看着这个盗人 盗人冲着一笑 哪吒 下来下来 哪吒从风火轮上下来了 过来给盗人实礼 弟子有罪 冲撞了心掌 不用客气 你啊 少跟我客气 说的这儿 道人一直礼敬 这是你的副帅 虽然你隔骨还腹了 隔肉还母了 有九渠和这段渊源 但是礼敬呢 也是被迫无奈 做父亲的 他怎么也不忍心 就瞅着自己儿子 哎 这样惨死 但是现在你不是很好吗 甭管多少香火你也瘦了一点 你师父也把你化作人形了 莲花化身 啊 你应该高兴啊 不应该啊 再纠缠你的父亲 给他赔礼 那这是满心的不痛快 你也这个鼻子 也得给李静赔礼 又把呀 在文书广发天尊面前说的那条话 重新说了一遍 哎 李静连丑都不丑的 怎么回事 李静明白 他这话是嘴不对心 这是这位仙长在跟前 仙长要转身一走 他还得呀 呃 提枪过来玩命 一点都不能客气 仙长一看 行了 你是做父亲的 啊 他是你的孩子 你也就不用挂机心头了 你赶快呀 回尘堂准备准备吧 你这个官呐 做不成了 现在 你是双重压力 一方面 你亲生子 找你报仇出气 一方面呢 有人在朝廷啊 状告了你 你这个总兵恐怕 做不成了 最好回去 收拾收拾 带着你的家眷 你呀 找一个隐蔽之处 站起村身吧 等以后啊 啊 将子牙拜相 你再去投奔真主 说的这儿 到人看了哪吒一眼 告诉李静 你们父子 以后要同殿称臣 嗯 怎么能这样打打闹闹呢 快走吧 李静千恩万谢 嘴里倒着谢 但是他俩脚没动过 为什么 他看着哪吒 李静心想 仙人呐 你可不能让我走啊 怎么 我一走 这畜生随后就得去追我 他不会放过我的 别看他战士这么老实 那是让那塔给治的 一会儿离开这塔呀 那就不是他了 到人一看 哎 李静 我的话你没听清楚吗 啊 县长 第一次都听清楚了 那你怎么不走啊 这个 李静直达牙语 怎么回事 他指了指得着 那一次我走 肯定他得追呀 哦 到人明白了 不要进 哎 你跟我来 拉着李静 进了树林子了 好像要跟李静说两句 悄悄话 哪吒也没听明白 到人说的什么 只见李静 有大林子里边出来之后 二话没说呀 是奔安上马 打马扬鞭 奔了陈汤了 李静走了 哪吒又开始闹上心了 又抓耳挠腮了 他瞅着这老道 心说你把李静放走了 那我怎么办呢 哪吒的心思啊 道人已经看出来了 冲着一笑 哪吒 你在这儿扔着干什么呀 啊 你们父子的冤仇 哎 已经算解开了 你也走吧 哎呦 我谢谢您了 哪吒 身识一礼呀 边喊好几个师父 是师父吗 哎 怎么客气 怎么说吧 然后上了烽火轮了 催动烽火轮 就追李静了呀 李静听见身后有动静 呜呜的风雷之声 回头一看 哼 果然 哪吒又赶来了 李静 秀 李静啊 这回 哎 很大方 很惨然 刷一下 一拽江声 把马累住 一搏 马头 立马横刀 站着路旁 等着哪吒 哪吒 追的跟前一瞧 喝 李静神气啊 哦 在这儿耗着我呢 李静瞅了瞅 哪吒 你 让我站住干什么呀 干什么 拿命来 李静一听 好你个孽子啊 你两次向我赔情啊 嗯 央告先人 央告我 留你条活命 你这刚刚从那个宝塔里出来 你就不认你这个父亲了 我这一听 你少跟我废话嘛 您枪就策 李静 啪 轻轻一带马 慢着 真要打吗 哪吒 这一听废话 不答怎么着 当然要打 李静 你还有什么纸张 哦 难道你还想着 周围再出来个老道啊 说到这儿 哪吒 往寺外看了看 他有点担心 怎么 没准 那个道人从哪儿再溜达出来 这可就麻烦了 你看 没有 一眼望不到边 跑去山林就是树木 找不着那个道人了 你呀 拿命来吧 李静冷笑了一声 恶性难改呀 两位仙师 怎么教训你 你都 记不住 你这忘性也太大了 刚刚 认过罪 认过父 你立刻又翻脸了 今天我知一知你这个畜生 哪吒一听 手下的败将 让我杀得你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还要制止我 你拿什么制 说话的同时 哪吒只见李静 不慌不忙 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来 唰 往掌心这么一拖 把哪吒下了一大条 怎么了 那塔 哎哟 你说这当时眼睛直了 谁说这塔怎么 怎么跑李静手里来了 哦 他明白过来 方才那个道人 把李静拽在树林子里边 说什么 哦 合着什么都没说 把那小塔送给他了 哎呀 这不完了吗 那么转天一想 哎 没事 自己啊 暗暗的嘱咐自己 你不用惊慌 怎么回事呢 道人把塔给他 算什么呀 他能记得起来吗 他会那个真言咒语吗 那个道人记塔 时候我看见了 他一边望起 扔那个塔 一边嘴里直嘟囔 李静会嘟囔什么呀 第二次挺轻雷战 李静也不跟他废话 只见他叨咕了两句 这么一抖手 嘎啪的一声 那塔还跟刚才一样 随风舰掌 好几站高 一道金光 就把哪吒给扣在里边了 哪吒一想 扣一会儿扣一会儿吧 我先在这里边宿静一会儿 难道说你也能弄火烧啊 他刚想到这儿 只听啊 李静在外边拍那塔延的 扎扎拍的这么两巴掌 呼的一下火又起来了 哎哟 哪吒又受不了了 得赶快阳告 父亲饶命 父亲饶命 孩子无礼了 我再也不干了 您饶恕我吧 哎呀 说话那个声音啊 都变成脑后音 起了嘎吊了 李静在外边 真想要乐 看他咬紧牙关 也没乐出来 走在塔的跟前 李静问他 畜生 你还敢不敢追杀我 哎呀 我再也不敢了 好 让你知道知道 你家爹爹的厉害 说的李静管 后倒退几步 一抬手 唰啦 金弓一闪 把塔收回去 哪吒一看 跟刚才一样 衣服啊 啊 头发眉毛 哪也没烧头 嘿 哎 我说爹爹 您那咒语怎么念的 您教教我 不行吗 李静已经什么 交给你 交给你呀 我就完了 李静 这回 把这塔还不往兜里吹了 就在手里拖着 这就是啊 哎 那神仙之中拖塔天王的来历 光知道 天上有位拖塔天王 这拖塔天王 哪来的塔呀 谁给他修的 谁给他造的 不是修的 也不是造的 是那位仙人送给他的 不听风神榜啊 嘿 这塔的来历 还真有点鲜为人知呢 哪吒这回算福气了 他还有点恨呢 这回他不恨李静了 他恨那老道 你把李静救了就可以了 你怎么还把这宝塔送给他呢 我得找他算账 哪吒一想啊 谢气吧 怎么 说不定这道人哪 还有别的宝贝呢 他能光是有塔吗 啊 那他再有俩和上坟 我就完了 和上坟干嘛呀 那不是跟塔差不多吗 说了半天 送给李静保塔的那道人 他是谁呀 感情 他就是灵修山元宝洞的洞主 燃灯道人 现在啊 燃灯道人还是玉须门下的弟子 后来呢 后来就进了佛门了 那就是佛门中的燃灯佛耶 要不怎么那么大的道数呢 哪吒哪是对手 那么燃灯道人也好 文殊广发天尊也罢 他们怎么能知道李静遭难 哪吒追杀呢 这都是太乙真人求出来的朋友 求这些朋友帮忙 哎 制服哪吒呀 使他们父子和好 燃灯道人 是诚心诚意的救了李静之后 为了呢 镇住哪吒 免得他呀 以后反悔 哎 不认这个父亲 所以才把这宝塔 送给李静 同时呢 哪吒也好 金吒木吒 哎 包括李静总兵 他们都是大周朝 同殿之臣呢 所以啊 燃灯道人 还有文殊广发天尊 所作所为 都是按天意 行尸 哎 哎 哎 这回哪吒彻彻底算服了 李静啊 问他 问他什么 怎么样啊 爷们 啊 你是跟我一块回帅府啊 还是我在前面走 你在后追 哪吒也泄气了 行啊 老爹爹 不管怎么说 爷俩闹腾了一气 这就算误会吧 我服了你了 谁让你朋友多呢 李静也乐了 我朋友多 我哪儿 怎么嫌朋友啊 这是你招惹出来的 那得想 好好 我也不跟你抬杠 我得恢复失明 恢复失明啊 老师啊 命我下山 找你算账 这哪吒闹了半天 还是个小孩 小孩嘴里吐食言啊 好 他把太义真人 这个安排啊 这个部署啊 他都告诉李静了 哎呀 李静叹了一口气 瞅了瞅 前元山的方向 心里说老真人啊 我可没有恭敬错了 您哪 您怎么叫我儿子 来杀我呀 哪吒把这话 说出去之后 也有点后悔了 哎 老爹爹 您别听我这么说 我师父啊 能这么安排吗 他是得到的高仙 怎么能让咱们爷俩干账呢 不会的 我去呀 给他回过话 哎 您也回去准备准备吧 哎 特别啊 给我娘亲带个好 抽空 我看望他老人家 啊 你们这老二位啊 别再因为我 这个 臭嘴闹事的 臭嘴半舌的 这这这不好 哎 你经一听 你要不这么瞎折腾 我能这样 走吧 你滚吧 哪吒登开风火轮 回了前缘山 到金光东一见老师 他一真人笑呵呵的 等着他呢 哪吒你回来了 师父 弟子回来了 你这仇报的怎么样了 嗨 别提了 不顺利啊 怎么 他就把他前前后后都说了 哪吒觉得有点纳闷啊 师父您想想 他这事怎么就这么巧 这么寸呢 第一次就碰上了文书 这位老师伯 第二次又碰上那么一位道人 这个道人的本事可不小 口吐白莲呢 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太一真人 这才告诉他 哪吒 你哪里晓得 文书广发天尊也好 然等道人也罢 都是我求出来的 啊 哪吒一听 师父 您打付弟子下山 找李静去出气报仇 那您怎么又 又求出朋友来治我呢 是啊 他一阵人也乐了 我呀 吩咐完了你之后 我就后悔了 我再把你追回来吧 好像有点出而反而 所以 我才求两个道友帮忙 嗨 别提了 那两位道友啊 都把我给数落了一顿 哪吒心说呀 应该 怎么 你这老师 这叫什么事这是 他一直 还真没撒谎 莲花化身之后 真人告诉他 让哪吒到这个陈塘关去他 跟李静理论理论 你这个做父亲的不应该这样 赶紧杀绝 哪吒不是高高兴兴走了吗 他也真人后悔了 他先找的文书广发天尊 跟天尊这么一说 随后呢 又跑到灵鹫山 找燃灯道人 这两位仙人都乐了 哎呀 大爷啊 大爷 你可真够可以啊 怎么 你让你的弟子去找李静报仇 回头你又后悔了 可是我怕他把李静给伤了我 这个哪吒呀 是有点野性 不过呢 我是为他出口气 我也觉得这个事啊 与理不通 李静啊 做的有点过火 我没想啊 让哪吒杀他 但是哪吒这个脾气 那谁能劝阻得了啊 求您二位给帮帮帮 两位仙人 听太乙真人这么一说 也不好推辞了 那我们就帮助帮助吧 感情神仙呢 也讲究助人为乐 乐善好施 出家人的根本嘛 何况 他们都是玉须门下的弟子呢 所以这二位挺身而出 哎 把哪吒真给制服了 今儿个太乙真人 也没瞒着自己这个徒弟 一五一十 跟哪吒权说了 哪吒也饿了 行了老师 您做的对呀 太乙真人猛的想起来了 哎 哪吒 啊 你回来干什么呀 哪吒一听我回来 得给您个回花啊 你的副帅李靖呢 他会陈唐官了 哎呀 太乙真人听得这会儿不脸沉下来 你不应该回来 而且你还得马上赶回去 为什么 朝廷中奸臣党道 有人陷害你们父子 现在 昏君咒王 他一员大将 睡三千铁骑 压四十八辆秋车 赶往陈塘 捉拿你们全家呀 托儿啊 你得回去 帮着你的父母是赶快 找房搬家 老真人想得倒挺周到 哪吒一听就急了 你别看父子反目 现在有人捉他父亲 他可不让了 登风火龙赶往陈塘 等来到陈塘上空 他龙眼神一看呢 呀 坏了 陈塘官已经被军校给包围了